今天是新相声专场 虽然不太可乐吧 但是观众们 要热烈鼓掌 谢谢各位朋友 您在这演出呢 这不是 演出 谢天顺老师 我这 著名演员 有名 什么有名 你这个 怎么也得万般的 我跟你说 现在见面没有 上来就万人挣多少钱的 我不跟你借 你说出来 我心里还有数 我跟你说 真挣不了什么 您这地位 您这身份 您这那么些身份 您挣不了钱 谁新的 我跟你说 我什么身份都没有 只不过就是一个 取协会员 取一家协会会员 中国取一家协会会员 你看 那你是真正的主流 这我也惦记上春晚 这不上不进 我现在就是 别小看自己 我们得排着 别小看自己啊 你看我了吗 我就不是会员 不帮我 我就问问了 你也是搞我们取义的 我不是搞取义 什么 我是干这个 您这 贪奸病 贪奸病 我 耍鼻掌 鞋座 坐下 哪位见个坐下 这么写 你 你再大方 哪个人走 这叫坐下 什么坐下 一个人一个 写法 您就这样写 我大笔一回就是 你少搁点葱花 行不行 我是坐下 坐下 也没有撒葱花 您这就是天天墨 业余坐下 您这天墨 业余坐下 我这儿 你现在还想想 这 坐下 您要是坐下 别进我们取协 进坐协 坐下协会 他得邀我呀 他不要 我就不要 我不是当面说您啊 没忘 没作品 要您干嘛 你这么知道 我没做 谢谢大伙 你怎么知道 有 有作品 那有 你拿去不这 都看呢 我拿去了 我拿作品 我做做大学会 我拿作品 我去了 人家跟我说话 很客气 这个你呀 这也说实话 你上报社 您让我上报社 那我 我知道了 您属于这种 微型小卧 就几句 是个报纸上发的 我上报社了 我报报社 同志 你看这 这我写的 这我 我新写的 处女座 头一回写 为什么 是那个 作家协会 介绍我来的 确实人家 人家不收吗 让您上面报纸 他没给您打电话吧 你看 我这个 头一回写 这个 当然了 我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早日跟读者见面 您这 这个内容什么的 您随便改 您不用征求我的意见 这个 出来那个小样 我就不看了 那您这做一下 真好说话 随便改 是您做吧 是 讲鞋的 您随便 人家也很客气 哎呀 这个 不用动了 画 这个 字数也不是很多嘛 是 就这样吧 这个 后天就发表吧 这报纸这么好说话 我刚走啊 他把我叫回来了 哎 别走 回来 把钱交了 等会儿 您这投稿 怎么是交钱 他让我交钱 您投的什么稿 征婚启事 征婚 那下报纸呢 做的不多呀 我念念 正好 男 三十六岁 身高一米八三 欲勋一卫 这个 体贱茂端的女子 为我的终身伴侣 不不不不 您这可不交点 交钱 这事 我还真以为您翻道小说呢 真的 不是 我就是 我记得有一种啊 我记得有一种 就是 我给他写完了 他给我钱 不行 我挣稿费的 那形式呢 你这正式的 写东西才行呢 你这点行啊 这 我就是有钱 我 有钱不行 有钱不行 来钱的 我打击你啊 就林秀 这水平啊 进不了坐鞋 我进不了坐鞋 进不了坐鞋 你求我进 你求我进 你看我进不进 我还求 你求我 你看我进不进 你八台家就 抬着我 我不进 行不行啊 你干嘛呀 比较 我非得进坐鞋 干嘛呀 我找社会上 找几个不错的朋友 跟鞋凑一凑 我们自个儿 成立个协会 你那个都心情 这个体呢 对不对 做鞋哪有个体干的 我不成立坐鞋 什么呀 我成立无鞋 无鞋 诶 舞蹈协会 不是舞蹈协会 专写武侠小说的协会 武侠小说 诶 那你 自己协会啊 写出来就发表 我干嘛 你怎么自个儿 你怎么发呀 我们自己有协会 我们自己有刊物 我们在我自己的刊物上发表 不行吗 还自个儿成立刊物 看我 你怎么好听 什么 我们刊物 我们刊物叫 武魁首 好 武魁首好 武魁首比八匹马好 什么 你这个人呢 你不懂得我们这个武魁首的深切的含义 武魁首有什么含义啊 武魁首 武魁首啊 我们这个武魁首乃是武侠小说之魁首 我没有引导武侠小说的新潮流啊 嗯 这是我们的雄心呢 还真有雄心 创刊 对不对 创刊先发一个长篇 哦 谁写啊 当然是我主比咯 这 头一篇稿子 您自个儿写 我自个儿写啊 好 对对 我写完了 对不对 哥 还少发点 创刊嘛 这个汤汤路 折印太多 咱就是先印的八百万 我 您搭那边 您搭那边 我写的 行 头一板印八百万册 不多 什么不多 您得有多少纸 那弄出来一定是公布营求啊 是 刚开始印啊 教育局来人了 教育局 啊来人了 特别来人了 跟我们说 现在据这个中小学的老师们反应啊 孩子们课本有点公布上的 怎么了 你们说都印这个了 那纸都让你也套得过 哎呀 我当时一看人家来了 咱得跟人家客气 啊 你看你看你看 这个事 你还特别跑一趟 你打电话来不玩了嘛 咱们请坐请坐 来车先 您您喝水 我实话说啊 咱这事 谁印都谁印 您真说需要 您给我来个数 对不对 我当印完了 我一块给您发学校去 您给我支票 我拿这些 你给人还问发什么呀 五块手 您这 您在那讲物理 讲授学 这学生 一本武侠小书 就挨不上 我们这五块手 它这个知识性 趣味性的枪啊 内容好 内容好啊 这内容好 这么着行吗 你在这儿念叠念叠 我听的什么内容 我给你念叠 我给你念叠念叠 没什么 什么呀 哪儿我就给你念叠念叠 张子 你给我念叠念叠 哪儿会念叠念叠 我这一本书啊 这是啊 这不是三言无语 你我一说 你听懂了 对不对 你这些东西 你不如你自己看 这么着 你现在我这买一万本 怎么样 你在我这交钱 你看起来是买一万本 我看怎么就买一万本 你少来 来九千 那没有 八千也行 没有 什么呀 那你得来一点 你多少 你得买一点 你买多少钱 你身上带多少钱 那你干嘛 那你就 你再这样 你菜 你得花点钱 还能再买 我不跟你说 我不知你什么内容 我买什么呀 那我说完内容 你还买不买呢 我要听着好 帮着你推销 那行 那我借一下内容 借一下我听听 你说说我这个购书 那哪个购书 我这购书啊 我这购书是这样 他这个购书是主要是有这么一个人物 一般我给人讲购书也收钱 当然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能推销 你能推销 咱们打八五扣 我跟你少要 你带我这把这个钱交 我跟你讲购书 你死心眼了 死心眼去 一分我都不听 交一分我都不听 那你白听行吗 白听行 你白听行了吧 那行 我白给你讲行吧 那行 天哪 你总会白给你白讲 你白讲啊 我向你告诉我 这小说叫什么名字 什么 这小说叫苦辣酸甜咸 苦辣酸甜咸 您得五味俱全 这是小说的名字 这里边有个主要名字 武林奇才 五味大侠 这我知不 有五个大侠 我说五个了 您怎么刚说五味大侠 我说五个了吗 五味不就五个吗 哎呀 咱们苦辣酸甜咸 这是不是五味 是五味啊 他叫五味大侠 可是他是一个人 那您就说五种味吧 五种味 因为他一个人啊 带味的大侠 这一个人啊 这人长的啊 身高八尺 我绑阔腰圆 血喷大口 这个五目原睁 立脖子在车中 投入冰方球 走走你呀 他这两只眼啊 你给别人介绍去吧 你怎么不听啊 你怎么不听啊 还两只眼 还两只眼 血喷大口两只眼吗 血喷大口 投入冰方球 他两只眼 哪里讲演的 他这个 什么武侠 您这是 哎 啊 他怎么能讲成这样 不是 你写的 这个 我写的 我写的 这是我写的 是啊 怎么不是 他怎么能说 我写的 他就是我写的 他有道理 你讲 他是这样 他有道理 他是这个问题 是这样解释的 他这个是这样 他这个问题 他是 他是武林奇才 武林奇才 奇才 他必有一个奇长相 这奇才就这么样 奇才就得长相这样 那您接着往下讲 这当然这是一个正面人物 这这就还是正面的 正面人物 那您说反派 反派啊 有四大魔头 哦 还四个人 电魔 磁魔 光魔 圣魔 你说什么详细点 这电啊 这电就是电灯 那电知道吗 用的那电 电 对啊 磁魔呢 磁就是那个磁铁 磁铁是 那磁 磁就是青人的磁 是磁 那个光就是 咱眼睛看着光 您这还都是现代科学的 厉害呀 我不明白 这四大魔头啊 这四大魔头要独化于是 厉害 这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 说这么一跺脚 这地球嘎巴 就厉害 什么厉害 就这么厉害 那真得把他制住 制住 得制住 所以我写了一百二十回啊 什么 五位侠大战四魔头 兵封顶 一掌定乾坤 怎么样 你春天咱这结尾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 这五位侠小说 最后的小标题全是这个 你这有什么心意 这跟他们的比呀 你说不一样的地 你跟他们一样吗 我说不一样 什么 我实践跟他们就不一样 什么 我就发生在清朝 清朝 我发生在清朝乾隆那边 还有话呢 哎 乾隆二十八年 乾隆二十八年呢 那天是喇叭 喇叭呢 那天那个刚早起 天四亮四不亮 就在那个鬼尸牙那个时候 这都是作家说的话吗 那时候 哎 就是冷了 那时候冷了 我知道 这地点呢 就在这个珠穆朗马峰的那个山尖上 哎 上了世界无几了 决斗就得上高出去啊 哦 在那山尖上 这珠穆朗马峰大家都知道 嗯 他高九千公尺 这九千公尺的 他高我 我说你这用 珠穆朗马峰大伙都知道 八千八百四十八 你那什么九千公尺 嫌你 嫌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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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嫌 就你明白 就你知道 我不知道 我是作家 我写的我会不知道 我会不知道 珠穆朗马峰高 不到九千公尺 你那八千八百四十 对啊 八千八百二十八米 八千八百四十 四十八 你那还差呢 你刚才说九千 差多少 差一百五多公尺 对啊 差一百四十公尺 那九千怎么 根据什么来的呢 你看他差不多 他这很有限的一段距离 你追求这些干嘛 一百多公尺 怎么还有限呢 他这个有道理 我是作家 我能不懂这个吗 他这个 这个山高啊 高他八千多 八千八百四十八 八千八百四十八 还差一百五十二公尺 对啊 对一百五十二公尺 他这个一百五十二公尺 怎么回事呢 他是这么回事 他是这个 哎 他是这个梅花庄的高度 哇塞 梅花庄就一百五十多米啊 绝对我 哎呀 哎呀 这位 卫霞站在梅花庄上 我 这就我就上去了 看着这四大魔头 高喊一声 四大魔头 四大魔头 一看这 卫霞 嗯 啊 投一个上来的 就是电魔跟这磁魔 哥来一块 蹭蹭 上来就没花庄了 看着卫霞大喊一声 五位子 这要破呢 这是 他就叫他个名字 我带准位子 来多少 两出你的冰刃 你看我的冰刃 嗯 说完话 这电魔掏出了他的冰刃 什么冰刃啊 冰刃厉害啊 电魔拿的是一个 明黄黄亮晶晶半尺来成 不锈钢的 手电筒 电八 啊 磁魔拿的是一个 圆不隆咚的 这是指南针 你这怎么打仗啊 这武器 你这个人呐 你这个思维就落后 他是叫这个名字 但他不是你过热的用的 那个手电筒 跟那个指南针 什么呀 他人家这个 电魔用的人家这个手电筒 你说 他这个手电筒 跟你那不一样 怎么 他这有一开关 他这开关呢 往前一推呢 这儿灯是亮的 人家这厉害 往回一收 灯就灭了 都是你说吗 是手电权转压 我是作家呀 他射出那光不一样 这手电射出去 你光啊 你知道原子弹倒杀 有那个X射线 和那伽马射线吗 这射出去 就是那伽马射线 和那X射线 这一把 这原子弹都出去了 都没了 照什么什么没有啊 那X射线 那X射线的 指南针更厉害了 指南针管上了 指南针这不是小尖吗 就这尖啊 颤颤预射未未多的缩缩 颤预射未未多的缩缩 只要所以指着你 怎么样 你就身不由己 转身 你就望南走 你就望南走 望南走啊 望南走 你不创南墙啊 你不回头 你是不遭 蛇咬 不甘心 咋咋咋咋咋咋 这是瓶细 我听过这个 我店里把它改成瓶细 卖到瓶细端 我不又挣一笔导费吗 对不对 就先说这个吧 上台以后 做这个电魔 尸首就要抓五位族 五位族一闪身 啪 打出一掌 这掌叫苦掌 同一掌 对 苦掌 哎呀 怎么样 把这电魔 从这个梅花庄 给打下去了 哎呀 这电魔 活身上下都绿了 绿头发绿脑的 绿眼睛 绿鼻子 绿手 连脚这根都绿啊 哪边算这是 但是苦掌啊 苦苦 打到了他的心脏上了 紧接着回手 啪又一掌 这掌打到瓷魔身上了 什么掌 哎呀 这这这这叫辣掌 瓷魔当时 活身上下都红了 哎呀 辣的呀 这汗都冒出来了 就好像喝了一碗辣椒油啊 又喝了半碗的这个芥末面 哎呀 睡得梅花装下 痛苦的自得了啊 完了这俩 这俩受伤了 哎呀 后面那个后面那个后面俩 呃 电魔磁魔还一个光魔声魔吗 那光魔声魔一看受不了了 嗯 纵身跳到梅花装上 好 你无畏子 竟敢伤过两位 勋长 你是听琴 看镜呐 什么武器 你先说 这个这个琴啊 琴就是那个六弦琴 吉他 那镜就是那个太阳镜 变色镜 哎 厉害呀 你说有什么用着 哎呀 你太厉害 就在这呢 哪厉害 就升游的琴啊 坐这琴啊 坐这琴 所以说一尺胜磊 你猜怎么的 我就这帮男走 我说不撞男墙啊 不回头 我不倒是要 不动心 行了 你等等 你这不只能 真得套吗 啊 我让你往男走 我说你往男走 我说了 你非要往男走啊 我没让你往男走啊 你得说他管什么用啊 他当然他是有用啊 他就叫六弦琴 他有六根弦啊 这六根弦一弹起来啊 你就 听着这个声音的人 他就不由自主的 他就跳舞 哎呀 你停不下来 手舞足蹈 累死拉倒 这招更损呢 这是 呀 声音我越弹越快 越弹越快 你那大大лыB人在这 什么 你们精医大骨过门啊 这是 我想了 我想了 我把它改成精医大骨 迈一个曲艺团 你累了 他整天 就远了 他俩要拼命啊 他俩要拼命 五位子能饶了 他俩吗 这一看他俩上来抬手两掌 怎么 一个酸掌 酸掌知道不 酸掌 酸掌能打在那个光魔身上 哎呀 这光魔打得没花装上 一屁股就坐地下 哎呀 哎呀 算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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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着耳头望向流粗啊 哎呀 独流老粗 这哈拉子出了二尺来长啊 真好 哎呀 满嘴鸭都倒了 真是够酸 前接着 五位大侠又打出了一掌苦掌 又一掌怎么样 你先说打的怎么样 这掌打到身上 倒是厉害了 这掌打到生活身上 这苦掌一打到生活身上 您这不是苦掌 我应该打什么掌 苦了 这田掌 你不会 听出来 你26年前你演过这段 你不会 这田掌啊 田掌 打出田掌 这田掌打上了啊 哎呀 他打上 他从这花装上摔下来了 又摔下来了 情况摔下来了 摔了 你想这田掌啊 浑身上下 打得往外冒蜜啊 是 哎呀 太甜了 招了一大狗群啊 抱着他这脑袋 巴吱巴吱巴吱 就这种甜呢 改缩了蜜了 按说 到现在 这四个人就应该完了吧 这四个人怎么死了 这才刚刚受伤呢 还有呢 才受伤啊 缓过来四个人同时跳到梅花光上 要跟吴卫霞决战呢 吴卫霞一看 哎呀 你们真是不知天高不懂地厚啊 我为了宇宙的安宁 为了人类的和平 为了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啊 为了这个啊 家家都能坐沙发 看电视 住高楼 有电扇 穿着小西服 吃炸酱面 你怎么什么呢 就是他为了这 薛哥 我呀 我发自内心的 我闲就闲了 啪 打出绝命一掌 那你跟闲长 闲长 闲长 闲长打到四个人身上啊 这四个人浑身上下 开始冒严厉子呀 哎呀 这严厉子越冒越多呀 咕咕啾啾咕啾啾啾啾啾啾啾 你瞻着萝卧我章 你撕也撕不开 切也撕不断 就成了一个大盐驼子 活沿跑了 对啊 五味霞呀 一看这ような情况 左脚一勾右脚一抬 使了一个倒屁紫金棍 就把这大盐驼子 愣从这猪木狼马峰上 这插得太平洋里去了 啊 这多的劲儿 天长日久啊 大盐驼子一话 打这儿起 那海水才是咸的 我您这不胡说八道吗 胡说八道 八百万本一发行 被一个单位给包圆了 谁呀 造职场 去你 感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各位朋友 这是老作品 但是新准备的 这专备专场干的嘛 谢天顺老师也是26年前 只演过一场 确实那只贝勒斯演了 到今年又演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谢老师合作 这作品很荣幸 您客气 我发自内心的还是尊敬谢老师 您还是实话 实话 后台来说 这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就岁数大点 咱们后台很多人 遇着一个看不懂的 想不通的事 都愿意问他 您说小孩 问可不 谢老师受的教育深 实话说 现在咱们带过的很多朋友 家里也有条件好的 您要教孩子面书 除了学校以外 充其量 你把老师请到家里来 两个小时给完钱 老师走了 你请家教 这是家教 现在有 谢老师小的时候 把老师请到家里来 管吃管住 教他一个日子 您说过去大年 叫教庄馆 对 教庄馆 家里有钱 您那家呢 叫有钱嘛 有钱不足以形容你们家 谢老师小的是 他们家在老北京 趁无不尽的四合院 反正您要说那是老宅 实话 有这条件 就在南罗古巷呢 这不假 对吧 谢老师的爸爸 嗯 徐老爷子 哪个出来进去 老爷子很派头的样子啊 很绅士 这长胡子 不不不你 我喜欢他 不不你别喜欢 我姓谢 我爸爸姓许 嗯 王老爷子 嗯 这王老爷子 长胡子 不不不不 王老爷子也不行 爷子姓谢 瞧了 也羞血 这两家不好碰啊 我等我 兄弟没有 谢老爷 谢老爷子 什么爷子啊 1943天那会儿 您府上就汽车了 对吧 那要说这 那那咱家还真有 什么 老爷子出来进去 坐汽车 是 人家家里边 时候人也多呀 管家厨子 花儿酱 老妈子 小丫头 一百多号人 那要说这 这些人得 真是百八十考 咱有吧 咱咱有 老爷子坐汽车回来 家里多大规矩 你先说呀 啊 十冬腊月啊 不管外部多冷 管家都得双手势力 等着亲手 给老爷开车门 那年头就这规矩嘛 老爷车回来了 啊 什么人呢 掺着老爷子 就是 我一下 一直掺到上方 像伺候着 都不用说话 老爷子出门后 煮了一个文明棍 是 拿着文明棍 一滴领 管家双手给接轨 哎 每天干的 老爷戴着水塔的帽子 不值钱呢 摘下来 管家双手给接轨 是 老爷穿着水塔领子的大衣 都不用正经脱呀 怎么 就是 一吞袖子 往后一甩 后头有个小火劲 什么意思 职业 职业接大衣 这 怎么说呢 你说这家里 底下人坐的 干什么活的都有 坐的太足了 就是实话 跟手底下人说话 都不拿正眼看他 你说那是吓人呢 就是走逼音呢 当老爷子全哪样 这个 大太太跟花奖 抓回来了吗 多大的太太 我羡慕都不得了 你歇会儿吧 我爸爸脾气也太好了 这是 媳妇跟花奖都跑 这还赶回来 这还不着急呀 有循养吗 这修养有用吗 别看您爸爸这么有修养 那个管家跟您爸爸说话 那还是很谦卑的 他得懂规矩 跟老爷回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 这家人都干啥呀呢 厨子走的当天晚上 二太太就不见了 走